人怕出名猪怕壮 热度基本下来了 我上班 一个多星期没有更新了 今天说点啥呢 就是这二番战的 卧槽 先说这个事 看这一处的劲儿也不大呀 帕克咋倒了呢 然后咋不跟进呢 首先说这场比赛有什么另一面的 我想着大多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就是赛前期望那么高 完了结果输了 找个台阶找找面 还有一部分呢 是当天没有认真看这场比赛 其中就包括我 我是一边开车一边看的 还有的极小一部分 故意调点事端 要不然这直播间都没有人 不走货呀 那些一天发奇邦克视频蹭的 这说点啥呀 这没话题呀 行了事也过去了 咱就不提了 咱们就按张磊说的 战略失误到底是怎么个事 首先这一拳 你注意看帕克的右脚 哎 再慢 我再画个圈 就在帕克右脚抬起那一刻 老张左直同时进行 正是帕克重心不稳的时候 也就是说可能张磊当时认为 还没有中到盲目跟进那个状态 其实啊 帕克的鼻梁呢 已经干色了 如果放在二番站 张磊也绝不给他机会了 因为在这之后 帕克开始玩脏活了 战术改变 你是不是在想 不都说了吗 二番站帕克不打了 那他摊架开的 说不打就不打呀 尾玉金掏了 头衔拿回来 反正我是不信的啊 之后的距离细节 大家都知道了 击打过低 给你制造压力 重心放到又非常低 你摸不到他 腰带以下 你可以说他脏 其实他跟乔伊斯的时候 已经用过这招了 但是人家这个低重心 和这剧率感 你说不出人家啥来 是吧 赛贤咱们就说了 帕克绝对是有接触的 那么看好张磊的定数在哪呢 就是精准的重拳 其实什么错就错在这了 再后老张也说了 那么抓不到他 所以那么出拳就比较少 这么点 咱们把画面切一下 当年泰森和这个同门呢 算是失职吧 这个马西斯 这场比赛大家还记着不 其实这个马西斯啊 用这种方式对不对泰森 这森哥是怎么破解的呢 开始泰森也是非常难受的 打不着 这空拳放出很多呀 这也费体力呀 即使是泰森这个段位的 出拳又谨慎又少了 打不到是一方面 主要是怕他那个向上一击 他把他的头藏在你打不到的地方 但是他的摆拳和上钩很有刹长力的呀 此时的杠精应该出来了 这这也不太一样啊 咱们是借鉴 就面对这种下潜过低的拳手怎么应对 懂不 我看到有点说了 二番战就用乔斯对护帕克那样干 那一场只能借鉴乔斯的精神 咱先不说有没有乔斯的体力 干啥快要当杀蛋了 还要硬顶呢 那至于吗 刚才咱们也说 这儿了一个错误的地方了 就是太在意这个中拳了 总想着抓着机会再来一个精准重拳 就是按照自己的风格 这没毛病 但是呢 有没有机会放在一边 导致整场观赏性不佳 先不说评委 加分减分 观赏性跟身价挂钩啊 咱们先看泰森 怎么拿下这个尸子呢 这是第二次脚下换位断钩 第一次没有中 这一次打中 这二番战想拿出好成绩来 首先得有乔斯对护帕克的精神 反正你想点数取胜 那是不可能的 那还跟他客气啥 帕克拳道是说不上重 但莽夫之勇不可取 虽然咱达不到泰森的水平 但要多样化 脚下很重要啊 前直后手太单调 多打勾拳 尤其上狗 此时又有条半会担心了 那帕克很脏的 那篓炮怎么办 学学小科里清科呀 当年他面对大卫海业 那是相当不得劲 帕克虽然没有大卫海业精湛 但是整体路线是差不多的 低重心快进快出 吃亏就搂抱 小科后撤 赢不了鸡 就一巴了一步之声 你要是压他 才会去警告你 就在这后撤当中 摁倒他 看看谁费体力 你玩脏链 咱们也得应对 实在不行 打你两个后脑骚 也不是不可取的 就是这种边缘技术 也是有技巧的 你故意的去打后脑骚 那肯定不行 就比如当年这个李蒂克鲍 包括这个大卫海业 就在你刚要低头大一刻 我轮出来 这没办法 敢巧了 人家低头说你再轮 那不就是故意的了吗 所以说这他所有活啊 你再他妈钱 我两个后脑勺子 你妈就得行着行着 就是比赛当天 那太森副理在台下 教的全是这种脏活 跟这伙人 你不能太绅士了 就是比赛过后 咱们也总结出来了 张脸拳法有些单调单一 但这也只能说观赏性不太好 2024年 帕克的号称 重量级脚屎棍了 被这个WBC排入 头号挑战者了 被老张打的 也不是鼻情连走吗 这二番战 你都可以先把输赢放在一边 打出气势 打出观赏性来 那是重重之重 也就是我们 有的人看重比赛输赢 这只是一小部分 这项运动主要精髓是观赏性 那是和身价挂钩的 行了 抱抱会儿得了 点赞扣字的吧 下班